哈喽,你的情感助手褚儿准时上线 昨天啊,我闺蜜突然在微信上问我说 褚儿,你说在爱情里面为什么女生一直主动就没有好下场 我说,哈?怎么会啊,明明是所有人 一直在爱情里面单方面的主动都不会有好下场 为什么?这就好比说啊,你给一个女生点了一杯奶茶 她笑着跟你说了一句谢谢,你尝到了甜头,就会想要更多 于是呢,你下一次就请她吃饭,一次又一次的越陷越深 但是呢,女生却没有因为你付出的增多而给予你更多的回应 那这个仇,你就成了大家口中所说的甜狗 那甜狗的结局呢,是一无所有 那我肯定不想让你们变成那种朝着女生走了99步 对方都不愿意挪出窝的那种悲剧人物呀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让你喜欢的人也对你主动 首先啊,在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就要控制住你自己 不要过于主动啊 像什么送礼物点外卖随叫随到啊 你可千万别 一开始适当的聊天就可以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刚开始,刚认识的时候 聊天频率,那你就可以微信找我了 我可以送给你一份聊天禁忌 让你和女生的聊天如鱼得水 什么,你控制不住自己,非得一个劲主动 哎呦,我可得给你浇换凉水了啊 你喜欢对方没错 可是呢,对方到底喜不喜欢你 你还不知道对方的心意就一个劲的主动 那在对方看来,你这个就是纠缠 虽然啊,爱情使人盲目 但是啊,你总不能连爱情的边都还没碰到 就开始不清醒了 你清醒一点 当你给女生发一条消息啊 她不回你了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继续夺命约会高了 在你们开始互相了好短 准备线下约会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跟她互动了 比如说啊,你可以先约她出来见面 但是啊,你可以问她有没有想做的事情 如果她跟你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 那就由你来决定你们约会去干嘛 你也要继续给女生主动的机会 比如说你订了餐厅 那你就把选菜的任务来交给女生 当你决定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把选电影的任务交给她 总之呢,就是不能你全程一条龙的服务 不给女生的机会 因为如果什么都是由你来决定的话 那女生也没有什么参与感 而且万一你选的都是女生不喜欢的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当女生选菜选电影的时候啊 你也能看得出来 她是不是知道你的喜好 有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这样呢,就可以看出 她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面对女生也要对症下药 如果你喜欢的女生是文艺女青年 那你每天的日常爱好就是喊什么Olive 然后呢,去看那些血腥棒里的电影 你觉得文艺女青年会喜欢吗?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女生 我就建议你去看一看什么 快乐心动啊 爱好散步曲啊 什么出来的小事 这种文艺类型的电影 那你的生活全部都是这种文艺的氛围 那你喜欢的类型的女生 她就会主动来找你了 那个时候就不是你费尽心思的去观察 女生的朋友圈在发什么了 而是呢,她们会因为你的日常分享来主动找你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你不是因为某个人而改变的 而是呢,你会吸引到同一类型的女生 这样一看你是不是选择面就更加广阔了呢?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跟女生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CCFT668 我来帮助你哦